请您谈一谈数学和天文学 对您学术生涯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以及培养数学思维的重要性 我想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社会上 很多时候 一个人说我不懂数学 这个大家也不会嘲笑你 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一些 做数学教育的人 我们一起做过座谈 就是说如何做好数学教育 一个观点是 就是说要培养的不是数学的具体 而是数学思维 你的思维能力 一个逻辑思维能力 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能力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数学培养人的抽象思维能力 也就是说你能提高到 概括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去考虑问题 而现在的理性社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争论 社会上的一个热点问题的很多争论 很多人的区乏科学理性思维 每个人找一个观念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面去争论 就是说所有的争论后面要有证据 有证据的话必须有这个数据支撑 这是真正的据简单的 不然美国在重复我的观念 一切东西 大怕是社会科学也要回个科学 因为社会科学是一个科学自带的 就是必须有支撑 必须有理性思维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数学教育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的数学教育不是太多 而是不够 然后而且数学教育不能单单说 我学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 它是我们整个它的背景 说明了理性思维跟逻辑思维跟分析问题的能力 这个的话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 就沿着林安塔的那个关于科学素养的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样去培养我们这个年轻一代 我们所谓的Z世代 还有包括我们复旦校友的 复二代的 复三代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素养 你有没有哪些建议 这个我们一起强调的批判性的思维 我们做素质的 你要证明一个定理的话 你应该怀疑自己 就是说批判性的思维 不仅对这个新有的理论 或者新有的其他的东西 critical thinking 要带有这种批判性的去思考 这个东西假如是错的人 为什么它不是错的 就多想想这个 不要占一个固定的立场 然后尤其对自己 就是批判性的思维 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些固有的想法 也要有这个critical thinking 因为我们做数学的话 证明很多东西发现是 我们证不了的是错的 一次一次的失败以后 你会发现 形成一种一些思维的方式 看一个问题 全面地看 每个人都喜欢看 自己喜欢看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现在是看到 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会带于一个怀疑的态度 看到我不喜欢的 这个特别有反感的人 那我这个时候 我会想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说的 有一定的道理 一个和谐的社会 可能需要的就是在找 就是试图理解 其他的人的方式 这是一个方面 常常科学思维的话 也就是说 回归到这个科学本身 多一些基本技能 基本的思维方式的顺利 尤其对以后的 就是说不能思维固定的 我们整定强调 我们社会要有原创性 这原创性 什么叫原创性 就是反叛 就是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 这才有原创 允许大家 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思维 批养这个 一些不同的想法 在大学里面 在学生的话 就是批养独立 跟不同的想法 这是非常重要 除了他的这一部分的话 还要批养 就是对思维的创新 就是跟其他人的不同 这个度央性 才能有这个 新的创造跟发明 然后对小孩 我觉得鼓励他们自己去探讨 从思维的方式上面 那个思想的方式上面 鼓励他们去做这个独立的探讨